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回到了尔湾的这个El Camino Real 这个小区 稍微比较老 来看这一套 刚刚装修过的 又来看装修过的房子 门口小走道 种了好多植物 前面非常的干净 我们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外面的户型吧 看起来这个是有个阳台 我们会发现隔壁 这里户型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个小区呢 像我刚才说的比较老 这套房子原本是1972年建的 然后 这个业主今年做了 这个装修 走进这个非常宽的这个门 今天有点阴天 所以只能开灯给大家看一看 但是 改成了这个非常开放性的设计 你们有点冷 因为没有太阳 小壁炉 这个改的就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利落 进门右手呢 是我们一个楼梯 这楼梯应该是我这个最宽的楼梯 我觉得我可以横着躺躺上去 那我们走进来 看这个餐厅还有厨房 他们说这个厨房 它是完全装修过的 不过看它这个 壁橱啊柜子什么的 就非常有年代感 摆了这个红色木头的这个柜子 我们厨房左边啊右边 这里是通往车库的门 还有这里一楼的一个卫生间 车库里没什么好看的 其实洗衣机 烘干机在车库里 然后这是它的厨房的小壁橱 我们今天先看后院吧 因为后院它这个门就在这里 虽然是阴天 但是这个外面还是蛮亮的 我来这个角落 这是它的侧院 正对着房子看右边的侧院 然后我们转过来看一下 这个比较大的后院啊 这个是真的草 好多现在都换成了这个假的草 因为我们加州还是缺水 所以大家都比较主张装这个假的草 这样不用浇水 后面种了几棵果树什么的 挺好玩的 这里是客厅 客厅一个双开门 出来就有一个室外的水泥台 也可以当做一个室外的客厅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侧院 应该叫灰色的房子 蛮有意思的 后院的情况差不多是这样了 那我们现在上楼去看楼上的三个卧室 我们回到了这个巨宽的楼梯 上楼了 一上楼就是木地板 这个我蛮喜欢的 非常喜欢木地板 虽然这个缝隙里会 时间长了会有很多灰 不太好清理 但是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一上来是一面墙 墙的左手是二楼两个次卧共用的卫生间 左边这个楼道 这个双开门 这是其中一个卧室 这卧室面积看起来还凑合 里面摆了一张双人床 基本上就占满了整个房间的空间 窗户蛮大的 可以看到后面的山 如果天气 如果今天天气好一点的话 会更漂亮 这个是第二个次卧 比刚才那个次卧稍微宽一点点 一样摆了一张双人床 这两边的空间明显就比刚才那个房间大很多 窗外的风景和刚才那个房间是一样的 没有灯 它没有内置的灯 除了这个楼道 那我们最后 这个我没看 这个楼梯上面还有个小吊灯 听有意思的 上楼梯右手 有一个小壁橱 这里可以放点床单被子什么的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主卧了 主卧进来木地板 刚才那两个次卧进去是地毯 这个里面木地板和楼道一样 主卧它也摆了一张双人床 就显得这个房间很大 这个是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的这个阳台 非常漂亮 现在外面太阳稍微出来了一点 但是还是阴天 如果不阴天的话 这样太阳会晒进来 下午应该可以晒太阳 主卧阳台的左边 有一个内置的小书桌 这个我非常喜欢 尤其是它在这个墙角里面 它这上面还有个柜子 这个我非常喜欢 因为你可以在角落里 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情 这样没有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影响你 我们来看一下主卧的衣帽间 非常大的衣帽间 那么之后来看一眼这个主卧的卫生间 一进来泼了瓷砖 哇它这个马桶这个地方有个天窗 非常的亮 然后双水池中间有个小柜子隔开 这个蛮有意思的 右边新窗修的装了一个巨大的浴缸 然后角落里是淋浴间 那我们最后在这个美丽的客厅里 给大家报个价 像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是三个卧室 两个半卫生间 一共是1762尺 然后是1972年建的 今年刚刚装过修 现在的要价是1249,000 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房源感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随时联系我 还有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考虑点个赞或者关注一下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